最少农药残留蔬果 正确清洗小撇布 农药的喷洒 是为了要在蔬果的种植期间驱赶害虫和杂草 更可以保持食材的迈向 但你知道哪些蔬果的农药残留最少吗? 而我们每天吃下肚的食物确定都有清洗干净吗? 专家分享15款最少农药残留的干净蔬果排名 并接正确清洗蔬果的方法 提供给民众参考 美国非盈利环保工作组织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简称EWG 每年会对常见蔬果进行农药的检验 并公布Clean食物 也就是15款最少农药残留的干净蔬果排行 当今15款含最少农药残留的干净蔬果排行 第一名是酪梨 第二名玉米 第三名则是凤梨 而第四到第十五分别是洋葱 木瓜 冷冻甜豆 茄子 芦笋 青花菜 椰菜 奇异果 花椰菜 蘑菇 蜜瓜和哈蜜瓜 为什么是说最少农药残留 而不是完全无农药呢? 专家表示 因为多数农药残留量都在规定的安全标准内 大家不要太担心 并分享正确清洗蔬菜的小撇步 让民众吃得安心又健康 正确清洗蔬菜秘诀 1. 先用肥皂将双手洗干净 20秒 2. 准备一个盆 上面用流动自来水清洗 大约两次 3. 切掉叶子或经上受损 腐烂部分 4. 洗干净后 用纸巾或干净的毛巾擦多余水分就可以烹调咯 专家提醒民众 药主时在做清洗的动作 清洗完毕之后再切蔬果 才能避免营养素在洗的时候从切口流失哦 此外 千万不要洗干净再储存 这样可能会使细菌生长 提升腐败的几率 并给大家口诀 药主再洗 先洗后切 健康生活编辑部 健康生活编辑部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